民主党总统参选蔡英文 即将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召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要正式公布副总统搭档人选陈建仁 陈建仁曾经担任卫生署长国科会主委 今年六十四岁 绿营人士肯定他还蛮恭维但很实在 而幕僚认为他未来要强化训练口才 才能够从容应对媒体以及辩论 未来蔡英文竞选总部内将会有一间副总统候选人办公室 各部门会派出至少一个人整合成副总统候选人小组 这是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